中国台湾网3月3日北京讯 针对记者询问 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接受路透社专访时 称大陆是台湾面临的主要威胁 引发关注事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 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仍然复杂严峻 台独分裂势力 蓄意制造两岸对立对抗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这是台海面临的威胁 只有坚决遏制台独分裂图谋 才能有效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岛内有关政党和人事 要明辨是非 不要陷入岛内民粹非理性对抗思维 坚持积极的大陆政策立场 多做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增进两岸同胞福祉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事 而不是相反 目前也认为了 并非理性对抗思维 尤其国民主员 那边ate海和平安 主任 宣伴 YV 辞到 2010 下 土